3 2 1 10月12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敲锣仪式 同时在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双会场连线举行 据悉 这是内地地方政府首次在境外发放人民币政府债券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 这次债券发行意义重大 再次说明港深合作日趋紧密 并有良好的优势互补 这次债券发行意义重大 首先 这是首次由内地地方政府在香港发债 同时也是首次由内地政府在境外发行债券 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众所周知 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巩固提升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多年来推出多项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举措 既有利于香港债券市场的发展 也坐立人民币国际化 深圳市市长秦伟中在深交所出席发布会并表示 作为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深圳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不仅具有良好的基础 也有现实的需求 在香港发行债券 把深圳的需求和香港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 得到国际投资机构的踊跃认购 充分体现了国际资本市场对深圳发展和政府信用的高度认可 更体现了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显著优势 当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柳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发布会 他表示此次发行对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是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促进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二是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进一步深化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三是有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通过持有人民币债券 参与我国建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促进国家金融市场发展 据悉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 相关债券集资资金将用在普通公办高中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和水治理等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